一直以来,我都还算是比较喜欢阅读,但真正从阅读中获得收益,是从去年开始的,要是算起来,这两年读的书,并没有前些年加起来得多,但前些年读的书,跟大部分人一样,虽然有几百本,甚至更多,但却一本都记不住, 但现在,我能做到一天一本书,并每天写一篇书评,也能用书评转到稿袋,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,以及我的思维模式,最重要的是,阅读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梦想,并且离梦想越来越近,之所以我能从一本书都记不住,到现在的一天阅读一本书,写作一本书评,就是因为我改变了看书的策略, 先从读书最低的等级开始入门,我想读了关于如何阅读的大部分书籍,今天分享的就是其中一本,叫做《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》,这本书很多人说比较枯燥,但它却是我的读书启蒙老师,也正是这本书,让我知道阅读还有等级, 我从这本书中整理,和阅读的九个等级,每个等级都有不同的阅读方法,和对应的书单,希望对你能有所启发, 001,如何用主题笔记阅读法,来提升自己的认知的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你感兴趣的某个领域, 然后收集一百本该领域的书籍,把每一本书中的重要内容,用笔记记录下来,完成一百本书,你就可以进入阅读的第二等级了, 解释你一定会发现,无论是认知或阅读能力,你都已经得到了提升,一个人的认知提升了,世界也就变大了, 在阅读的第一等级,建议大家阅读实用论书籍,实用论书籍是以论述游戏规则和原理为主的, 大家在做主题笔记的时候,主要就是把游戏规则和核心原理摘抄出来,分类整理入库, 002,一个人能走多远,取决于他解决问题的能力,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他的洞察力, 只有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人,才能彻底解决问题, 迈向下一个问题,因为人生本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, 提问作者阅读法分为三个问题, 提一,作者想解决什么问题, 提二,作者解决问题的核心思想是什么, 提三,作者通过什么方法解决问题的, 此阶段阅读的书单还是阅读第一等级的一百本主题书籍, 笔记阅读整理结束后, 再进行一次提问作者阅读, 一百本以后相信你会有惊喜, 003,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, 无异于没有灵魂, 劈着去翘背精英主宰的生存机器, 而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这个人在思考觉醒后的行为, 对自己,家人和社会所产生的价值, 这也是生命的意义, 什么是关键词阅读法, 即通过思考, 在阅读每个章节的时候, 抓取一个能代表该章节的关键词, 阅读书籍还是以主题书单为主, 相信你抓取了一百本书的主要关键词之后, 你思考的能力, 就会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, 而你的思考能力, 则决定了你的赚钱能力, 004, 假设阅读法其实就是一个自问自答的过程, 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, 在每个章节后面打一个问题, 然后自己回答后, 再去寻找书中的答案, 加以核对, 读书从本质上来讲, 其实阅读的不是文字, 而是作者的思想, 以及作者的思维方式,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, 其做事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, 也会随之而改变, 这就是我们阅读的根本目的, 在阅读的第四个等级, 今天为你推荐的书单, 是以职场主题类书籍为主, 目标所定为你所属部门的领域, 数量也是该领域中的100本经典书籍, 当你完成第四等级阅读之后, 你的收入和位置, 都应该会得以提升, 005,所谓的分析阅读法, 就是通过对作者身份信息, 的收集和分析, 来找到作者撇一本书的原理和目的, 以及作者在书中所阐述观点的原始出处, 我们通过对原始出处的分析, 来判断一本书的价值, 最终来判断作者观点的价值, 在这个阅读等级, 仅仅建议阅读的书单, 就是第四等级的书单, 这种阅读法不仅能增加你的专业度, 还能提升你在专业领域的能力, 005,黑体字阅读法, 就是通过对书中黑体字的阅读, 来分析作者的思维架构, 以及链接书中论点, 与作者公点的关系, 最终再把所有黑体字的内容用思维导图的方式, 链接起来作为该书的行文逻辑, 以及写作架构, 如果一本书没有黑体字, 我们就通过抓取关键词, 来创造黑体字, 黑体字的本质是书的核心内容, 此阅读等级建议的书单, 仍然是所在职场领域的一百本书籍, 一百本结束后, 你的思维逻辑能力, 会让你的能力和收入, 登上一个新的台阶, 007,目标阅读法是以目标为导向, 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的阅读方法, 因为我们读书的目的, 就是通过书中的经验和教训, 来解决生活或工作, 中所预见的问题, 比如, 我们想要提升沟通技巧, 那我们可以通过目标阅读法来解决, 方法就是寻找到沟通领域中的经验书籍, 三本左右就够了, 比如高绩效教练, 被暴力沟通, 关键对话, 三本书读完, 不仅你的沟通能力会得到提升, 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, 所以, 目标阅读法的本质, 就在于用阅读解决问题, 从而获得我们所希望的结果, 008, 规则阅读法, 讲的是通过分析一件事情的运行规则, 找到该事情所属的领域, 收集能够决定事情发展的核心规则, 来预测事情在未来的发展趋势, 未来拥有预测能力的人, 会独霸时代的舞台, 也会是猜蛇偏爱的对象, 但决定一个人预测能力的, 却是他对事物发展规则了解的程度, 世间所有万物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则, 所以成功的人大多数都相信自然发展, 相信因果顺环的规律, 而急于求成或很努力却碌碌无为的人, 通常他们崇拜的都是有备于运行规则的社会法则, 以及捷径所成法则, 这就是人与有人产生财富差距最根本的原因, 此等级的阅读书单, 建议垂直领域为主, 周边为辅, 009, 有主动阅读法, 就一定有被动阅读法, 被动阅读法说, 的是听书, 看书, 以及不产生负数行为的一切阅读形式, 而主动阅读通常是一写作, 分享, 以及产生负数行为的阅读形式, 为什么说主动阅读法, 能够让一个人获得财富呢? 因为分享和负数, 在知识付费时代, 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收入途径, 如果你能够在某个领域, 把该领域的书籍分享或解读到极致, 那么, 财富就不会离你太远, 除了上书的这些阅读方法, 书中还针对各种书籍, 阐述的各种阅读技巧,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, 可以入手此书, 作为阅读的指导手册, 其实无论是什么书, 从本质上来讲, 它都不是单纯的文字, 而是作者有话要讲, 每当我们阅读一本书, 等于是和作者进行了一次思想的碰撞, 碰撞多了火花就会变成你生命中最绚烂的焰火, 照亮你生命中所有最精彩的地方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